好 坐穩就開始了 第一題唯一考慮的就是通訓母 C就是訓母 所以它的考慮就是 將這個減減D變成這個加D 即是答案就會成為 負2加D over C 你看看四個選項 其實這個也是答案 不過四個選項中 唯一和這個一樣 就是將D和負2調一調位 所以答案是B 第二題 這叫做metric sequence 它在做的是乘負3 不停乘負3 乘多少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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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條就一定會有 負3 to the power n 它前方是一個什麼 就是它前的一個 是1 所以1乘負3N 1不用寫 答案就是D 好 第三題 猜不到那麼多人錯 純粹就是一個通訓母的題目 但是因為1-y 和2y-2 這兩個 我們就不一定要將它們相成 如果不相乘的話 就可以先做一個factorization 即是把這些變成2乘以y-1 然後你就留意到這兩個都很像樣 差什麼呢?就是差一個符號 所以把第一個變成1 over y-1 怎麼變成呢? 其實這個就是負y-1 然後負1和負弱就變成這個 下一步大家都有y-1 我們就做一個通份母 用2y-1成為它的身份母 第一塊就是1乘2 所以就出到2 第二個就不用動了 所以就減括弧1-x 容易錯的就留下這個bracket 我們就等於這個2乘以y-1 再分之1加x 我們看這麼多的答案就是c 第四題是一條非常淺的題目 純粹就是把4q乘以來 通常就寫4pq 不會寫p4q 然後我要group q 我可以這樣寫4pq-q 等於-3p 但我都說了 這麼負我就不太喜歡 我有另一個更好的方法寫 就是3p就等於q-4pq 這樣調下來就比較正一點 然後我就可以變成3pq 抽出來做common factor 然後就調回1-4p過去 答案就是b 第五題 記得可以先做factorization 所以就變成4x加5乘4x-5 然後除就變成 會變成3over8x加10 但我們可以先做factorization 所以就2乘以4x加5 好 接著就比較容易 純粹有約就約了它 剩下的就是3乘4x-5 答案是a 第六題 這裡就純粹看pattern 6a的pattern就是加4加4 所以我沒有解釋 這題都錯了 我沒有解釋了 -7加4就是-3 part b就是乘2 -1over2乘2的下一個就是1 沒有解釋 7a的pattern就是加7加7加7 所以我們一定有加多少個7 一定有加7n 這個general term 就是tn等於多少加7n 我們就找回前面的terms 就會是44 所以是這樣來的 這裡要提醒你 如果你沒有寫tn等於 你就沒有分 因為整個general term是連著tn 我才可以寫到7n part b 這個叫做-3-3 一定是-3n 因為我在說減了幾多次3 所以幾多減3n 就要考慮一下 我們就是考慮一下 第一個terms 代1 前面的數字應該是21 所以答案寫21 就可以了 第八題 沒什麼特別 純粹代數字下去計 你要記得 請你寫這個 它說find the 12th term 你就不要直接寫t12 你要寫12th term等於 寫完這個 代數下去等於70 這個完全難不了你的 應該 第九題 都做得不錯 我們要寫的 叫做when 正常 如果平時你聽我的書 就說 是不是要抄回這個formula 在前面 是 這個習慣是最好的 但最重要是寫when 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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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when 直接代數 我不要再看到原本的顏色 代數 代數 我沒什麼好教你了 part b 一樣是代數 這次的3p加1 要乘個 不知為何n 那麼多人是計錯的 但這題 一點都不難 順順是expand 加4個 再除 但如果你寫 負10 over 12 不行 我們還未約選 要寫負5 over 6 好 第十題 今次我們用x做subject 所以你就看看 和x最遠的層是什麼 就是w 那我如何弄走這個w 乘一些東西呢 就是除w 所以y over w 第二個就是我希望把負x 扔過去變成正x 所以x等於10-y over w 這個最好的方法 但比較多人用的方法 就是先expand expand完之後 就是把負wx 扔過去變成正w 你就不會丟越太多負號 所以就10-y over w 就行了 那這題都錯 就很不知怎樣幫你了 第十一題 比較多人用的方法 就是乘x 但是一個common mistake 就是 這裡很多人會這樣寫 那你錯在哪裏呢 就是以為乘了s 過來就完成了 乘x乘x 但是你漏了 這個加10都要乘x 一視同人 所以你這樣做就要加10s 那都沒問題的 你繼續做下去 一樣得到同一個答案 這裡我也做了給你看 就是 s乘x r-1-10 等於r s等於r r-11 這個又很神奇 -1-10 明明等於-11 都有人不寫給我的 好了 看看這個solution 我先減10 然後乘x 都非常直接 expansion expansion grouping terms 這個-10-1 就是-11 s 抽common factor 再除回來 非常直接的 第十二題很重要 這題就是純粹約的 24和16約 就應該3和2 h沒有了 k的3次 剩下兩個在上面 所以答案是你這個 part b 多人錯的了 首先呢 有得fact 就一定要寫了factorization 我寫超級大隻的字 麻煩你深刻記住 factorize 先抽3 這裡呢 y-x 就變成-x-y 因為我變成了 先有得約 約完之後 y和y³ 剩下y² 4和8 剩下2 還有一個負號 不要漏 答案就是-y² part c 一樣是這個 同樣的原則 就是factorize 所以有得fact 就做了factorize 先抽4 除好就變成成好 上下倒轉 然後這個factorize 就是4m-5m² 最後呢 約了它就剩下這個 不用expand 答案寫factorize form 完成 最後第13題 A是全班最多人錯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最大的common mistake 就是嘗試把這個 負s加t 去抽負 但如果你抽負呢 變成這樣 那樣樣呢 你就錯了 那你很容易知道自己錯的了 因為負s加t 應該是負s-t 來的嘛 那這個呢 跟原本這個都不同 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錯眼的 那既然沒得做抽負 那其實其實這兩個 都是無關的東西來的 那無關的東西呢 例如1-6-7 那我怎樣通負母呢 就是兩個乘成 變成42 所以這裡都一樣的 我們就是把 這個叫做 t-s 就是調一調位 負s加t 就是t-s 純粹前後調轉 這個沒有抽過負 那就是t-s 和s加t 就相乘 就成為新的負母 成為新的負母的時候 這裡呢 上面要乘s加t 這裡3就要乘t-s 然後expand expand之後 grouping terms Finish 下面呢 不需要衝動 去expand 保持t加st-s 就可以了 好 partb比較多人做到 那純粹第一步 就是減變加 第二步你會見到 8s-3t 8s-3t 都是同一個factor 所以我只需要乘2 上下一起乘2 就8變16 然後就已經通過分母了 答案就是3加16 就是19 partc 我們通過分母 叫做3x加y 這個做新的分母 那原本是3 那怎麼辦呢 我就上下一起乘3x加y 給它 所以我會得到9x加3y 那後面呢 就比較陰你的 都不是陰 你要做得多吃的 就是減減y 應該會變成正y 就是這個位 OK 然後所有東西都沒有fake 到你的時候 你會計到6x加4y 你寫這個答案 我會給完分 但是最好當然是fake 這個就是標準的答案 他可以做出一種 那這個 我會給你 審某 我會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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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給你